老师 我如果很不喜欢你的言论 然后也觉得你每次讲话都吐我吵 我就不开心的把你封嘴 甚至把你灭口 你觉得台湾现在有这样的状况吗 我觉得是这样 你没有办法这样对我 是因为我们都是人民嘛 我们是私人 所以你叫我封口我也不封 可是如果你是政府 你有法令 你说我讲话就要罚我 或者你把我讲话的许可拿掉 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可以彼此意见不同 像中天这个案子 其实说实在 有人可能不喜欢中天的某一些报道 某一些作风 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政府介入比较可怕 因为你私人可以评论嘛 然后广告商可以决定说 你很烂我不要给你嘛 但是你政府一旦介入进去 就是政府说了算 蓝色天空云彩呈现 2019年的这则凤凰云朵新闻 即便后来补上气象专家 强调只是单纯卷云说法 却遭NCC盯上 以中天违反事实查证 才罚40万元 只是同样是天上云朵 换一家电视台 龙头昂首 神龙白尾 天有异象 出现在中原普渡当天 时间点碰巧 正好是宣布 赖清德接任格魁那天 赖清德 北上街行政院长这一天 从主播念稿到新闻内容 连天有异象都讲了出来 但没事火云龙吉兆 Safe三立的巨龙宏光也不必开罚 唯独中天新闻凤凰云 被NCC定到满头包 这个案子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在一审的时候 北院是判中天败诉 就是完全是依照 行政机关NCC 裁罚的理由去判 那当然中天不服啦 你如果要中天闭嘴 你至少要讲出个 为什么别台不用罚 中天要罚 二审 高院的时候 就把这个案子重新发回 再重新再审一遍 那最后呢中天是胜诉的 所以这个案子是胜诉 而且NCC的委员 我们把它调出来看 就当初有16个委员 其中12个人认为不用罚 有4个人认为要开罚 那NCC就采用了这4个委员 说要开罚 这形同少数暴力 双标是最明显的 那其实另外一个是 其实政府机关凭什么去管 节目媒体的品位 他其实就是不喜欢 大家播这种什么云啊 他自己不喜欢 那他自己不喜欢就来处罚 可是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我们不让政府 去管节目的内容 跟自己所谓的品位 因为品位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你没有标准 你没有标准 就像现在播电影 有人喜欢看蜘蛛人 有人觉得好难看 那讲什么东西 不要看的就不要看嘛 政府没有权利叫人家说 你这个很低级 你不要播 然后那每个人的低级 标准不一样 那我觉得政府很低级啊 那所以你就像我们刚刚讲 你要我闭嘴没有用 可是政府要我闭嘴 就用他的标准 虎头砸 然后去叫国民 没有人都要做这种事情 我们都要做这种事情 因为真的要是